应该不用讲 OK 再来的话是有关于自串的串接 自串串接 这个部分我先宣告 我刚刚讲过那个String是一个 参考的资料形态 参考的资料形态 他是用CHAR来组成 我们宣告一个String1 他里面放什么 Java4 String2是什么 一种物件导向的源 那就两个字串 如果这两个字串 要把它串接在一起的话 中间用什么用加号就可以了 加号 所以呢 自串连接 冒号 后面用串接符号再把这两个串在一起 自串连接 然后呢 Java4一种物件 所以串在一起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就会是像这样子的 一个结果 输出之后的话 实际上他是由三个字串所组成的 第1个字串 第2个字串 一直到这里4 第2个字串 第3个字串 中间的话是用什么方式呢 用一个加号 用一个加号 OK把他串接在一起 这个是 把这个变数丢过来 等于这个 String2的话 把这个东西 再丢过来 OK 再来的话有关于 这个 这个还有公式 数学公式也可以这样来做 这里的话 我们如果同时要宣告 4个整数的话 4个整数 你不要傻傻的 Int x Enter int y 有没有 你就直接怎么样呢 宣告在一起 也就是如果你要同时宣告 4个变数都是整数值的话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在中间 中间加上什么 逗号 这边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的话是一个 F 这个F的话 等于什么 X乘 X 减掉2 再乘上 X加3 那这个公式结果为多少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公式呢 带到这边来 那最后的结果我想 各位算出来 答案27 为什么27 我想你算一下 应该知道 这只是带一个公式 把结果输出到这里 那也是用串接符号 把它串接在一起 那底下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F 这个另外的公式 我想这个主要是让你知道说 变数之间 可以用公式方式组成 把它秀出来 那最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摄氏几度 摄氏几度的话呢 这个C是一个整数嘛 所以他给80 然后摄氏 几度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下面的部分呢 它显示出来就是什么 摄氏 这个80就是我们的变数 几度 有没有 然后等于华氏 冒号到这里 到这里为止 那后面这个数字的话呢 因为它是一个print 所以会接在后面 不是print 然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什么 9.0乘上 C 除以 这个5.0 加上3 这个是 转换华氏的那个公式 所以转换出来结果 是176 那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这个 print的出去 因为它是一个double 所以输出的话 我想也是一个double 这个是 这个最后的结果 运算出来结果是一个double OK 我想这部分的请各位 先练习一下 3-2 这个范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哦 中文字幕提供